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老鼠走迷宫的问题 好那这个老鼠走迷宫的问题 我们就用电脑程式来跑 然后先弄一个迷宫 好这个迷宫啊 里面的资料有0跟1 0的地方代表是有路可以走的部分 1是代表有障碍物没有路可以走 然后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它基本上有八个方向 就是上下左右 然后右上右下左下左上 总共有八个方向可以考虑 那理论上老鼠走迷宫的问题就是 有路就走 然后路口的地方在左上角这个0 出口的地方在右下角的这个0 那有路就走 那就希望你尽量能够找到路 但是不保证是最短的路 好那老鼠走迷宫的问题 当然我可以用二维阵列来存这个迷宫了 那它也有一些 程式就是资料存起来的一些注意事项 但是我想我今天只解释说 它会怎么运作 好那重要的是它有这八个方向 假如说我现在老鼠正在第1个肉 第这个column的地方 那我可以考虑北方 那北方就是肉的个数减1 column不变 东北方就是肉的个数减1 column的个数加1 然后东方就是右边 肉的个数不变 column个数加1 所以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那就是这些它事先把它存好 然后重要的是按照课本的演算法 它的那个考虑顺序只有一种 它是先从北方开始考虑 每一个点你到每一个点 你要去试看看有没有路可以走 它都先从北方开始 然后顺时针的把每一个方向 检查过一次 只要有路就往前走 只要有路就往前走 请记得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会影响它后面的程序的结果 因为它把每一个 每一个肉的个数要不要增减 column的个数要不要增减 都把它存起来 重点就是它检查的顺序 就完全按照这个顺序 这是北方东北东方东南南方 西南西方跟西北 所以就是刚刚说的 从北方开始 然后顺时针的顺序 把每一个方向都检查过一次 好那它的演算法 它的演算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回圈 它就检查目前堆叠是不是空的 它要进来这个回圈之前 它先把入口的那个点 可以走的那个点的坐标 先放到堆叠里面去 然后它记录它可以走的方向 它可以走的方向 那当然了 就是那个入口的这个方向 入口的这个点 它其实北方跟东北方都不能走 它只能检查 从东方开始检查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它的方向就是东方 然后每一次进到堆叠里面 它就从 每一次进到回圈里面 它就从堆叠拿一个点出来 然后看看这个点 已经检查到哪一个方向了 就继续检查那一个方向 然后检查的时候 如果发现它还有路走 那就往前走 就往前走 然后往前走的那个点 就是下一个点 然后它检查一下 下一个点如果已经到终点的话 那理论上就结束 就结束 如果下一个点 还可以走的下一个点 还没有到终点的话 那基本上要继续走 那它就把下一个点当作 如果它下一个点还没有走过 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可以走 而且还没有走过 可以走 而且还没有走过的话 那它就把下一个点当作已经走过 当作已经走过 然后方向就是下一个点的在下面 在下面 然后我就把下一个点 就是把目前这个点跟它的方向 再存回去对点 再存回去对点 然后把刚刚的下一个点当作目前的点 当作目前的点 再继续往前 再继续往前 然后看我目前的点 在这里 如果还有路走的话 它就在那一层的回圈 再继续走 再继续做 那就希望一直做到这边 成功一直走到终点为止 这个是M跟P就是它的终点 好那这是它的演算法的写法 那我们看一个例子 好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的起点在这里 所以我刚开始老鼠在这个0的地方 那进来它从东方开始检查 发现是1不能走 然后再从东南方 发现这里有路走 所以它第一步就从这边走下来 好然后接下来 这个点就从北方开始 就从北方开始检查 一路检查 结果检查到西南方才有路 好这个点也从北方开始 它这边已经走过了 然后一直检查到东南方 好这个点也从北方开始 检查到东方就有路 好这里从北方开始 检查到东北方就有 好这里北方就有路 所以就一路往北 好然后再来这里就只有东边 好这里从北方开始 好有路的是东北方 这里东方东南方 好这里北方东北方就有路 好这里 好那就这样一路一直检查 诶检查到南方的时候有路 所以往下走 好这里也是一样 检查到南方有路 也是往下走 好这里就一直检查到西方有路 所以往左边走 好这边也是一路检查 好检查到西南方就有路 好这个北方有路就往上走 好这里要一直到西边有路 所以往左走 好这边一路检查 可以检查到西南方有路 往左下走 好这里一路检查 好检查到南方有路 往下走 好这里也是一路检查 检查到南方有路 好再继续往下走 好这边检查到东南方有路 好往右下角走 好这里检查到东北方就有路 好所以过来 好这里就东边有路 好这边东北 东北方有路 好那这边到每一个点 都是同样的检查方式 所以到最后 到这里就可以走到它的终点 这里就是终点 好这一整条路就是老鼠走迷宫 我们课本那个演算法 老鼠走迷宫所走出来的路 当然你有可能有其他的 程序有其他的写法 如果有其他的写法 有可能会走出其他的路径 不过如果我们的老鼠走迷宫 都是用堆叠来走的话 那是一定没有办法保证 找出最短路径 如果你要一定要找出最短路径的话 那就要考虑用助列来做 好那这个老鼠走迷宫的问题 暂时就讲到这里 好那这个老鼠走迷宫的问题